大家好我是开心 然后我现在在剪我妈妈当时来澳洲参加我毕业典礼时候的视频 然后就发现自己的皮肤状态特别的差 就是额头上都是闭口 然后这边还有颗痘痘 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就是整个人 因为经历了一段不是很好很健康的感情 然后就折磨自己比较多 就是然后睡也睡不好休息也不是很好 然后现在就基本上额头上闭口也消失了 然后也没有什么痘痘啊什么的黑眼圈也好很多 那个时候因为没有休息好整张脸都是浮重的 看的时候不要喷 我现在才发现那时候真的整个状态好差超级差 然后我们去市中心 我去办日本的清卷 然后很可怕 这个都大概有个一两个礼拜 一直都不会不保持 然后陪我妈来逛街 你看这个小黄车 有一个小黄虫的游泳所 City Cycle 跟国那个那个是一样的 圣诞节他们在装修这个圣诞室装饰 我今年不知道能不能带到圣诞节了 圣诞节是12月25号呀 这个是King George Square 这之前他们说开始有的 然后现在我发现已经有人在玩了 这个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拿的 我妈想走 现在去work office的吧 照片拍了 然后现在去日本大使馆 我们现在在楼下 但是要让我妈坐在这里 所以我叫了个咖啡 哇 这个豆豆呀 稍微低下 拜完签出来啦 然后等 看我妈在这等了我好久 拜完签出来啦 然后等会带妈妈去逛街 给她买上衣服 肯定又取了袋子 我妈过完了 我觉得带给我真的可怕 真的可怕 买了双鞋子 然后给我妈买了一个丝巾 然后她现在很不开心 我也很不开心 很难受 感觉跟妈妈逛街好折磨 但是又没有办法 现在带她去吃饭 但是我妈一起吃饭 全部都是素菜 是新上来 全部都是素菜 点了小笼包 细魂香 银耳 银耳是个木瓜 还有我妈要吃的鸡菜 还有我妈要吃的鸡菜 它是只吃素的 我跟我妈吃完饭 然后现在打算带她去做布里斯班的那个 布里斯班的那个 布里斯班的那个 游船 然后带她去看夜景 然后今天其实感觉效力还可以 就是带她买了衣服 买了鞋子 然后还去日本 去办了那个日本大使馆 看了签证 我等会回家去给大家做一个 就是说在澳洲 然后去办日签 就是学生签 在校学生去办学生签怎么办的 那个需要的清单跟list 等会给大家再拍一个 其实很简单 而且工作人员很nice 就只要六样还是 六样东西就可以了 就很简单 比国内办要方便很多 然后三天就出签了 我们现在在等红绿灯 然后对面就是 这是布里斯班的南岸公园 这是Casino 布里斯班的Casino 我们现在在这边等船 在South Bank 去South Bank City Cat Human Tea 看这些树 不知道要等多久没有看人到的时间 今天出来就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之前在网上说的那个Line 就是那种单车 然后现在已经就是很多人在骑很多人在玩了 然后估计我也特别想试一试 明天带妈妈去海边玩 然后看过几天还会不会在City 然后可以去试一波那个车 好吗?不知道在干嘛 下雨了 下雨了 马来自 就是这种车 就这个Line 你看好多人在玩了 好多人 好多人 妈妈去 妈妈去外面拍了那个故事桥 还有那个Eagle Street的那个夜景 然后现在在那个故事 之前我爸来的时候我也带他去玩了这个 然后分别带两个人去玩 就是这个故事桥 今天是绿色跟橙色的 我们现在正在过这个桥 今天去外面给你们拍 但是今天在下雨 就看不太清楚 我手机没电了呀 然后那个我们坐过头了 就是一个来回嘛 它应该是这边 我们现在在Newfound Park 然后要 本来是在South Bank上船的 然后 但是我们 就未来回家 所以就直接做到Regatta 再下船 然后 所以我们还要做七八支 才能下船 但是我的手机只有10%的电了 很惨 然后 我妈妈应该还有很多电 她一直在看手机 就只能等啊 好无聊 没有手机完 骂 约翠塚港 我们现在在回家的路上 船上了 这个叫Story Bridge 它为什么叫Story Bridge呢 是因为造这座桥的人叫Story 所以它又叫Story Bridge 是一座没有故事的故事桥 这个是船上他们在办party 这座位上是Valent 是因为造型的故事桥 这座里面的故事桥 台湾 这叫Riverside station 就是一个世界的这个 夏安呢 我跟我妈终于回到家了 我妈现在在客厅整理东西 我就来给大家说一下 那个日签需要准备的东西 大概就是我会等会放在这个旁边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总共是这样的东西 第一个是护照元件 就是你要把你的护照元件带过去 然后签证倒是是贴在那个护照上面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澳洲签证 或者说COE啊什么的 如果你甚至是学生签的话 就最好要打印你COE 然后一个是申请表 你可以直接在网上 他们那个官网上面 就是日本的那个大使馆的那个官网上面 去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再交上去 也可以直接去当场去那边拿 然后工作人员会把那张表给你 然后告诉你要怎么填 然后第四个就是进六个月的照片 然后它上面要求说是45乘45的 但是其实好像我刚刚进进去 我看好像什么size的都有 他们应该不会在意 就是说是多少size的 应该没有关系 然后我问那个工作人员 他又说没有关系 第五个就是travel plan travel plan 好像我不知道其他州是怎样 但是不理算就是那个大使馆 我进去的时候 我以为会很麻烦 可能还有hotel information什么的 但是他只要fly schedule 就是只要飞行的那个计划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比方说你要回国 你要飞你是直接从这边布里斯班 飞到那个日本哪个城市 几月几号飞过去 他连那个直航班号都不需要 然后几点也时间都不需要 他只需要很简单的 城市到城市之间就可以 当然如果你能够有很具体 当然是越具体越好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student later 就是那个在校证明 其实你去那个student center 去一趟就可以了 然后工作证明我不大清楚 但是student就是那个 大家如果去过什么新西兰 什么的应该都知道 那个在校证明是怎么办 就是student center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bank statement 银行流水 就是我是 就是两个都打了 一个是smart account 还有internet account 两个都打了 然后他就 他说都ok 我本来也担心预约的东西 但他其实好像也 不觉得说care什么 保险也不用考虑 就其实只要这样东西就可以了 递交的时候 他是我等会会把地址发在下面 也不用预约 就直接去就可以了 但是有一个那个 就是你去的话 他那个时间很短 就是他工作的时间很短 只有上午几点到几点 然后下午又是几点到几点 然后他就是walking day才看 所以这个东西我等会查一下 我也放在这个下面 就是所以你要去 你就最好是准备好 全部都准备好 一手交掉 他准备的东西也很少 就是其实很快 然后签证费的话 是当天你去取 就是拿签证 过签的时候 他才你才付我的只要35刀就可以了 嗯 就带要带上要记得带上receipt 是35澳币 就如果中间你有问任何问题 他会直接会打电话给你 如果没有联系你 那你就直接他上面 就你直接当天去拿就可以了 或者说之后都可以 如果你那几天忙的话 receipt是长这个样子的 我觉得这个就把他折掉了 就是你看他这边就是说 嗯 二十二十七号去拿 然后我就二十七号只有去拿就可以 他就会给你这么一张纸 对然后 嗯 就其实就很简单 我觉得在澳洲办 就是比在国内办要省很多事情 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带我妈来海边玩了呀 今天天气真的是太好了 好 然后刚刚那边过来说 还看到好多人在玩滑上海 好想玩 我这天一直都没有玩成功 我看要不有机会带我妈去玩一次 这几天也可以约一下小伙伴什么的 我就是在今天打扮得很像一个 日本的小老太太 你看这草帽 这长青 在等 7号还是6号 好可爱 所以这两人餐的 然后我就买了两人餐的 然后就买了两人餐的 不要跟我打一种 今天就在开一起玩 但我不喜欢我买 所以我买的 开心玩这个呢 有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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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终于在岛上了 你看我妈又啃子啃的一个人走了 然后那边好像是着火了 森林大火吧 最近几天天气就是很干 然后我真的被风吹傻的 眼泪各种流 把墨镜给我妈了 然后我自己人在这走着 我已经不知道我妈去哪了 她认识路吗 妈 最美色 看 自己啃子啃子啃子走得超快 天哪 我快 我快热死了 墨镜给他 草帽给他 我自己什么都没有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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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